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中正 明泉路口发生砍人案件 一名23岁王姓男子疑似因与妻子吵架 竟持生鱼片刀刺向路边机车骑士背部 造成机车骑士伤众不治 事件发生后 网友也翻出王贤脸书谩骂 而从王贤脸书发现 他不仅自称小郑融合 也时常开直播与网友互动 不过长相清秀的他 手臂上却有清晰可见的刀痕 疑似是过去自残留下 本报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秀朗桥附近 昨日发生一起砍人案件 23岁的王贤疑似与妻子 在车上发生口角 王贤一时情绪失控 竟持生鱼片刀网路边33岁灵性男子背上筒去 造成灵难大出血 送医后不治 目前警方已将王楠带回派出所侦办 厘清犯案动机 据了解 王楠疑似 精神情况不稳 犯案20分钟后遭警方拦截逮 王楠脸书也被网友肉搜出来 网友也涌入谩骂 王贤脸书写称自己有解离性人格 还自称是小郑融合 脸书公开动态都是直播平台的连结 除此之外 王楠长相清秀 但看似阳光外表的他 手臂上却确有许多清晰可见的刀痕 疑似是过去情绪不稳自残所致 本报报道 王贤捅完人后一派轻松上车 并往中和方向逃逸 车上的妻子健壮喝坏 马上报警 警方逮捕王贤时 他公称理智失控 警方训后依杀人罪嫌将王贤带死